十二岁那年 我成了家里的污点 被送到偏远小镇里自生自灭 四四方方的院子 一待就是八年 叛军攻城 我被掳走送到了反贼帐中 三月后叛军被图 为首的一名将军向我伸出手 从此 我成了谢不平的一名小妾 忠永侯谢不平 年少席爵 骁勇善战 为人放浪 娶妻王家长女 王家长女 我的亲姐姐 外面的喧嚣刚起 沉溺酒色的男人 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什么 他肥胖的身躯 便被冲进来的将士一箭贯穿 长箭扯出一串血花 那名将士毫不怜香惜玉的 又将他搭在一名姑娘的脖子上 此人可是朱扬军首领刘狗 得到肯定的答复后 他反手一剑将刘狗的头颅斩下 拎着刘狗的首脊冲出帐外 随后外面响起了震耳的欢呼声 欢呼声还未落下 帐子里又涌进一群人 打头那人压迫感十足 毫不避讳地打量我们这一群弱智女流 后面跟随他进来的一群唧唧喳喳的小家 可能没见过这么多光着身子的女人 一下子都愣在了原地 鸦雀无声 他们其中一个反应快地说了一句 我去叫王九后 跑了出去 余吓得 仍呆呆地站在那 过着眼瘾 我擦了擦脸上 剑上的血迹 毫不避讳地离开床榻起身捡起地上的袍子 系好衣袋后 又拿起几件流稿先前的衣衫 扔给躲在被子里瑟瑟发抖的女人们 用帐中所有人都能听到的话说 贼手被诛 我们得救了 将军们英明神武 定会送我们归家 穿好衣服 将主帐留给将军们吧 有几个胆子大的女子 捡起衣服也和我一样穿了起来 那些少年也反应过来 转过身去 不再盯着看 只有为首的那个坐到了流狗扑着虎皮的金椅上 翘着脚 玩味地盯着我 我垂头努力忽略这种打量猎物的眼神 不一会儿听到之前跑出的那人 拽着另一个少年冲进帐子里 一边大声嚷嚷着 给你看个好东西 一边一个劲地把它往踏边拽 我向后退了几步 做出找衣服的样子 让衣架挡住我的身影 只竖着耳朵 听着外面的动静 尽量不和那位王九有眼神接触 我听到有人来报 说八大神王杀的杀祥的祥 其余如何处置 请将军定夺 那些小公子们又兴奋地又嚷嚷起来 仿佛来的不是腥风血雨的战场 再加上一个懒洋洋的声音 不急不慢地发号施令 这场景就像一名师长带着学生出门游玩 听着他们的对话 我明白了在这场里应外合的突袭中 为非作歹快一年的朱扬军算是彻底被剿灭了 不知外面是什么天气 我将留狗的披风裹在了身上 脚上没有鞋子 我有些为难地看着倒在血泊中的那具无头尸身 琢磨要不要把他的靴子扒下来 可还没有纠结太久的时间 一个人绕过衣架走了过来 冲我伸出了手 他高大的身影将我笼罩 铠甲上粘着血迹 尖头的寿面猙獰 饶有兴趣表情里的深层寒意 在这三月中我已熟悉 此刻我没有犹豫 将手搭了上去 他抱着我出了营帐上了马 迎来了不亚于斩杀刘狗的欢呼 马儿一路急迟 我被带回了又一座营帐 刚裹上的衣裳又被丢到地上 我忍受着与刘狗无二的折磨 我安慰自己 十八层地狱 现在起码在十五层了 为高者孤名钓鱼 我马上就能熬出来了 脑海里闪过幼时看过的花灯夜景 不知几时 我终于在疲倦中睡去 第二日醒来 我从亲兵的口中知道了他的名字 谢不平 我虽在谢不平的帐中住了三日 却只在第一晚和他同床共枕 他大概和刘狗一样嫌弃我是个木头美人 刘之无用弃之可惜 所以干脆眼不见心不凡 只住了三日的另一个原因 是三日过后我被叫到了主帐中 接受了一圈杀气腾腾的大官询问 斩杀刘狗的将军姓徐 在几位年长的将军前大声训斥谢不平战前召计 应当军阀处置 谢不平叫了我来 问我是计吗? 我答当然不是 我们都是周边村镇被抢来的 谢将军救我于水火 我是心甘情愿报答谢将军的 徐远安指着我想说些什么 来回走了两圈后还是放下手 生气地背过了身 最后在他们商议下 决定将我们送回各自家中 谢不平毫无意义 不同的也就是我让送我回家的士兵帮我修好了大门 本来我根本不知道我住的地方在哪儿 八年未出过房门 我看到的只有头顶的一片天 被掳走的那天出了巷子 我努力记着周边景色 记住了一棵大槐树 记住了和我一起被掳的姑娘 也就知道了我住了八年镇子的名字 房子没有什么毁坏 三个月从夏到秋 院子里的柿子树已经开始泛红 估计再等一等就能有柿子吃了 屋子里翻倒的箱子 还是我走那天的样子 看来我封三娘的名声不错 大门不掩 也没人敢来占我的便宜 家中没有血迹 不知看护我的卢沈一家是逃走了还是死在了外面 他们的屋子和我的一样被翻得乱七八糟 我用不着 也就懒得收拾 厨房剩的一些米粮够我吃上几天 可是我四体不勤 五谷不分 做的食物难以下咽 勉强只能填饱肚子 过了大概五天 我忍不住出门买些干粮 周围人毫无意外地往我这边指指点点 我气定神闲地往回走 回到家将里外全部锁好 又将之前存留的木柴全部铺到墙根底下 枕着菜刀合一而睡 如此又过了几天 虽然夜半外面偶尔有些声响 可总算没有扰到我的地盘 我心中开始琢磨如何换个地方住 我没有这间房子的房器地契 卖也卖不掉 银两首饰剩的也不多 看来明天还得去卢沈那几间屋子翻一翻 突然 院子里哗啦一声微响 引起我的警觉 随后放在门后的机关也被人触动了 一个身影大摇大摆地往我床边走来 我摸向枕头下的刀 准备在此贼欲行不轨时 攻其不备 可是他在我床边坐下后 两久不动 我的手都要僵了 也不见他靠近 深夜中传来一声痴笑 我反应过来捉弄我的是谁 坐起身 看着他点亮了床边的一支烛灯 火光打在他棱角分明的脸上 他看向我的神情带着审视 令我烦躁 谢将军有何贵干 谢不平想必是知道了我的底细 深夜前来 不知是认亲 还是又一次见色起义 妖妖怎么对我这么生分 既然知道了我是谁 那不是也该知道我是你的谁吗? 我瞪着他 那声姐夫他休想听到 我的防备逗笑了他 他说道 妖妖啊 咱们十几年前也算见过的 当初与王家一亲 在后院我采坏了你的纸冤 你举着散坏的骨架冲着我就抽过来了 害得我好几天都顶着到血印子 大家还以为我又挨我爹揍了呢? 后来听说大姑娘怎么怎么着不愿意 我还和姨母说要是大姑娘不愿意就换一个 二姑娘定亲了 那就三姑娘 小点也无碍 再等等嘛 可却传出你得了急症 也就不了了之了 现在呀 兜兜转转 咱们还是遇见了 真是天大的缘分 你说是吗? 妖妖 我不想理她 她的模样我不记得了 可名字我记得清楚 我八岁那年长姐十四 她十五 和她爹来我家的时候 她自己在院子里乱逛 正好碰见我在地上拖着风筝 怎么也放不起来 她走过来说我风筝有问题 然后上去一脚就把我的风筝踩折了 也是对她印象不好 所以后来长姐要去见她的文郎 我才答应打掩护 结果把自己搭了进去 妖妖啊 谢不平装模作样叹了口气 此番战乱 等王家再想起你来 不知要到何时 你一名孤女守着一间三进宅子 觉得自己能守多久 你的确足够谨慎 但是 今后都打算争着眼睡吗? 怀必其罪 你让谢一帮你修门 觉得能震慑住周边狼子野心之人多久呢? 这几天的登徒子 都是我的人帮你打发走的 等大军回朝我走了 你以后该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和我一起被抢的姑娘回来后 被夫家退了亲 可是她有父母兄弟庇护 打得那些说闲话的流氓懒汉 嗷嗷直叫 而我一没有亲人 二没有银钱请人看家护院 我能怎么办呢? 所以 你才来趁人之威 我仍在瞪着她 她毫不在意地伸出手 抬着我的下巴像欣赏一盏瓷器一样打量 被我一巴掌打了下去 妖妖啊 慎美 她没有生气 还能笑起来 说道 我可以给妖妖留些银两 可是银两花完你又该如何? 王家圈养你八年 桌子上的四书五经就算被你翻烂了 你也不知道如何安身立命 妖妖不想走 难道是舍不得这里吗? 我懒得在听她分析我早已知道的利弊 直接将她未开口的话问出来 离开这里我能去哪儿呢? 与将军回京吗? 那将军打算让我用什么身份与你回京? 他效益更甚 仿佛在夸我善解人意 可在那张相貌堂堂的脸上我分明看到了难以掩饰的恶劣 从军纪中就回得王家嫡女 她的一声响 我一巴掌甩在她的脸上 成全了她 她转过头来 无所谓地仍然笑着 或者 被我带回的小妾试试 试试 我在朱阳军中用的名字 幺幺还是试试 还有别的选择吗? 这个雕梁画柱的宅子在镇里数一数二 现在只住着我一个人 我被掳走过的消息迟早要传回去 不知道这次他们又会如何处置我 回京 我又想起了幼时坐在尖头看到的满城花灯 是到现在见过最美丽的景色 回京 走了都八年了 那就回京城吧 反正也没有更好的主意了 现在回京还能赶上过年 正月十五就可以看花灯了 我没想到我居然如此高估了谢不平的人品 她带我回忠永侯府时 我在门口见到了许久未见的长姐王婉 她容貌未改 却面色苍白 眉宇间笼罩着一层忧愁 一举一动中 尽显世家贵女的气质修养 对于我这个新带回来的妾室 她连一个眼神都懒得给 和后面一圈风姿绰约 恨不得把我撕了的美人相比 简直两个极端 可不管是谁 门口那群人泄不平正眼都没瞧 大不留心地进了门 入府后 我住的地方被安排在离王婉主院非常近的一栋阁楼上 进到她只需打开窗 便可看到阁楼灯火通明到了后半夜 我虽然答应当了谢不平小妾 可看到她在回府第一天就来找我的时候 还是有些吃惊的 等吃惊过后 也就任命地和她共寝了 可她不再满意 我躺在床上装死人 用的手段我见所未见 我咬着牙不求饶 急了又扇了她好几巴掌 换来了更加猛烈的狂风暴雨 第二日醒来的时候 已经日上三杆 侍女提醒我去主院敬茶 而我连往满院子都没进去 传话的侍女说 以后都不必来 只让我好好伺候 尽好妾室本分就行 哦 我点头 转身回阁楼补觉 此后几天 我在侍女的描述中 已经大概了解谢不平和王婉的情况 说是相敬如宾 不如说两看相艳 谢不平想借着新欢打王婉的脸 不是我也会是别人 是知道王婉不喜 她故意的吗 不清楚 也懒得探究 她每次来找我的时候 我都做好了心理准备 我咬着牙响 就当报恩了 还有两月就过年了 忍一忍就能看花灯了 可我实在高估了谢不平的人品 哪怕王婉毫不在意 可因为我的专宠 很多人都在打听我的来历 然后 我的精力全都被挖了出来 谢不平丝毫没有为我遮掩 他们起初以为我只是从朱阳军中救出来的庶民 因貌美被她收用 后来在谢衣不经意地泄露下 他们又知道了我之前住在王家的产业里 而夫人的嫡亲妹妹曾在那个镇子上养病 再加上我们面容细看下有些相似 大家都知道了 我是因战乱而改头换面的王家三娘 府中的奴婢对于我的态度从傲慢不屑变得客客气气 他们自动忽略了一半信息 甚至更有人觉得是因为夫人不受侯爷喜爱 所以 王家便又送了个女儿来 这些话很快传到了王婉耳朵里 我正在院中砸针子 把她想象成泄不平的脑袋用小锤子一砸一个准 院门忽然被人推开 呼呼拉拉挤进来一堆人 我皱着眉 看着王婉打头的一群人 不知道她来干什么 王婉眼都不眨地盯着我 先是往我的位置走了几步 见我眉头皱得更紧 便西子捧心状不可置信地后退好几步 直到被侍女扶住 我当没听见她见我夭夭 继续砸着我的针子 砸一个烂一个 我早就说过 我以后再也不理她了 我说到做到 王婉哭着跑走了 我足不出户地继续在院子里猫着 谢不平最近忙了也没来烦我 日子仿佛回到了以前 可好日子过了没多久 主愿传出王婉病倒的消息 紧接着有人来传话 说 夫人的母亲来了 要见我 坐在王婉床边的女人端庄华柜 和记忆中一般不苟言笑 我俩皱着相似的眉头相互打量 没一会儿 她开口用我熟悉的声音说道 跪下 见我站在原地不动 她将手中的药碗递给侍女 不理会往往偷偷拽她的袖子 摆起世家大族的仪态 开始一字一句数落起我来 当初送你到乡下 是想让你躲一躲当年的风言风语 顺便让你收敛下性子 结果你都干了些什么 要给你一亲你就弄出残杀仆人的丑事 我们以为你是心高气傲 看不上给你挑选的世家子弟 可没想到你自甘堕落 居然想和姐姐共事一夫 你的教养呢 你目中无人的傲气呢 被掳了又如何 你会在乎这点子名声 你可是能咬死人 然后指着说虽柴如牛肉 但一咬便断的人 所以你为何回来 回来当浪荡子姐夫的小妾 让我王家成为满京城的笑柄吗 不错 熟悉的语气 我的心迅速沉回到肚子里 夫人说的什么 妾身听不懂 我耿着脖子盯着她 妾身被反贼所掳 多亏侯业才得以获救 随军出征的各家儿郎 都在那留狗的帐中见过我 夫人角若明月 妾身污秽之身 夫人可别错任人了 见她隐隐有些生气 我和以前一样 再接再厉 夫人若是不信 大可去那投降的反贼军中打听打听 妾身被掳后 雁鸣远波 在留贼女奴中拔得头筹 不然也不会得侯业青眼 你我云尼之别 所以 您可千万别认错人了 说罢我摔门而去 不管后面怎样地鸡飞狗跳 我回阁楼后便躲在被子里 直到谢不平回府 我蒙住头不想理她 可她偏说一定要看看在母亲那受了委屈的哭包是什么样子的 仗着力气大 把我从被子里扒出来 然后看着我的红眼睛就开始笑 我知我形容狼狈 可我更受不了被小人耻笑 你在笑什么 我扯出个微笑 用天真语气问道 你在笑 我对亲人还有期待吗 她收了笑声 但还是翘着嘴角 带着警告的眼神看着我 可我丝毫不惧 这次换我笑得痛快了 我说 比不得谢侯爷 父子相残 兄弟相杀 王婉为什么看不上她 因为她来王家第二年 就传出老侯爷瘫痪在床 比她受宠的祭地被马踩死 随后她述出兄弟们 接二连三死于意外的消息 钟永侯 年少席爵 因为老侯爷瘫痪不到一年 便厌弃了 我之前以为谢不平 要么涂色 要么是出于一面之缘 帮一下我这个旧人 可我高估了她 她只是想利用我侮辱王家 因为王家嫁了个私奔未果的女儿 她牙字必报 曝光一个当过君记小妾的王氏女好出了这口气 她让我不舒坦 那她也别想 我挑衅地看着她 哪怕谢不平地手握上了我的脖子 也不服输地瞪着她 可她不按常理出牌 突然松手拽过我的肩膀 就是狠狠一口 随后也摔门走了 学人精 我骂她 这个新年 我没有看到花灯 因为我被禁足了 我又过上了足不出户 但依来伸手 饭来张口的生活 我对时间失去了概念 直到天上下了雨 我才知道冬去春来 又过了一年了 无所谓 这几个月我过得很开心 阁楼虽然比我以前住的院子小 可我身边有几个年纪小又活泼的侍女 我和她们学了针线 阁楼下的小院子搭了个露天的灶台 我还学做了几个简单的小菜 快乐的日子直到谢不平再次出现 她说皇家出游 除了王婉 她也要带着我去 哦 如果不触及我的底线 我也算很好说话 让干嘛干嘛 几日过后被侍女收拾利落 就出了门 一路上我坐在马车上不露面 谢绝各种邀约 甚至往往来都被我拒之门外 我的确不在乎名声 风言风语只要不跑到我面前 我随便她变成什么样 安营扎寨后 谢不平又折腾了我一晚 第二日天刚亮 就把我拽起来和她出了营地 她打马带着我往林子里走了很远 还要教我射箭打猎 我兴致缺缺 眯着眼睛 直响不叫 就在我被马颠得昏昏欲睡的时候 她突然间一收缰绳将我吓醒 两只手臂用力紧紧抱了我一下后 又松开 然后一甩把我扔下了马 穿得多 摔得也不疼 坐在地上 看她又发什么疯 妖妖啊 她叹了一口气 你知道吗 我甚是喜爱你的 归降的雷神王德陛下重用 跟我讨要你 哪怕会与她为敌我也拒绝了 可是 你一不体贴 二不听话 表现得跟泥人一样随便拿捏 但世上再也没有比你还冷血薄情的人了 你让我觉得为你花再多的心思也是白费功夫 我已经开始怀疑你是否值得我树敌了 可是我 真的很喜爱你啊 她指着来时的路 接着说道 从这里沿着这个方向走 幸运的话 天黑前便能回到筑扎的地方 咱们看一看天意吧 如果你回来 我便以策夫人之礼娶你 如果夭夭回不来 那便只能说是天意如此了 她扔下弓箭匕首和一袋干粮一袋水 便打马走了 我看着她的身影消失在丛林中 拿起她丢下的东西 毫不迟疑沿着与她相反的路上走去 侧夫人 谁稀罕 走了没一阵 腿脚就有些酸痛 可是心里的兴奋和跃跃欲试压过了疲惫 等太阳到我头顶的时候 我看到前方出现一条五丈宽的小河 便沿着河水流巷接着走 到了晚上 我找了一棵树爬了上去 用衣裳把自己和树干绑在一起 抱着大树咪一叫 醒了再继续 如此走了三天 孤身一人 只有头顶的鸟在叫 脑子便禁不住胡思乱想了起来 我想起了祖父 我从小不爱哭也不爱笑 母亲不喜我 说我冷心冷肺 而祖父却说我小小年纪沉稳有度 像个和他一样的小老头 所以很爱逗我玩 尤其是我早会 很小就会说话 可脑子不够用 总被祖父绕进去 他爱笑我 动不动就爱皱眉沉思的样子 还经常把我抱出去 给他的老友们显摆 元宵节 他会带我出门看花灯 我是兄弟姐妹中唯一一个曾被他举起来 坐到肩膀上的 也因为他爱叫我妖妖 所以我的小名一直就是妖妖 我又想起来背信弃义的王婉 当年他不愿嫁给谢不平 与出身旁支的王文相爱 两人一直有书信往来 十天半个月偷偷见上一面 等快到了婚期也是如此 母亲带我们去庙里上香 他说不能再耽误他了 要去宇文郎去后山见上最后一面 怕被母亲知晓便拽着我说是要与我四处走走 看着王婉恳求的眼神 我一时心软默认了 陪着他去了山脚下偏僻的一处凉亭 然后被蒙汉要捂住口鼻 晕了过去 醒来后是在一辆马车上 王婉坐在旁边不停地掉眼泪 我想着如何脱身 发现外面驾车的只有一个人 等他停车解开嘴上的束缚给我们灌水的时候 在他背对我面对王婉之际 我冲着他的脖子就咬了过去 我曾经见过大凶他们打猎 给陆阳包皮去写时说过人也一样 脖梗处哪个位置的血管一旦破裂便会毙命 那人挣扎时 带折 我摔出了马车 先是将我往外拽 见我咬住不松口 又给了我头两拳 我眼冒金星 可还是紧住牙关 看到他拔出腰间的匕首 双腿用力一蹬 便从他的脖子那撕咬下来了一块肉 他痛得大叫 追着我砍 我滚到了马车底下 没过多久便看到他倒在地上 抽搐着咽了气 我用匕首解开绳子 进马车也给王婉松了绑 拉着傻掉的王婉开始往回跑 等和寻找我们的王家人会合 我断断续续地和他们说我干了什么 可是没有等到夸奖 而是母亲的一巴掌 母亲指着我 气得直发抖 我转头看着王婉 希望他能为我说句话 可他只会哭 那贼人是文郎同窗 大概是知道他有一个好出身的恋人 又得知他们今天要去优惠 便想逃代李江 杀害了文郎 掳走阿姐 所以王婉一直哭 哭他的文郎 哭他受到的惊吓 哭到病倒不用受罚 而我 被关了起来 为什么要把我关起来 为什么把我送走 不杀贼人 难道要坐以待毙吗 我错了吗 不 我没错 后来那次我也没错 我是被送到外地进了族 可我是王家的女儿 是宅子里的女主人 照顾我的崔嬷嬷把自己当了主子 得知家里要把我接回去一亲便放任自己儿子闯进我的房间 被我用簪子扎死也是活该 奴大妻主 我在官府要求将他们全部打死也是活该 所以 我没错 不记得走了几天了 很幸运没有遇到什么野兽 河水不深却有很多鱼 五件中意缓解了我的粮食问题 我回忆看过的游记 生疏地给予开膛破肚 辨认着可以吃的野草野果 在粮食和水将要见底的时候 终于看到了村落的炊烟 我找出只有妇人和老太太的人家 敲了他们家的门 说我是迷路的贵人 想住宿一晚 然后回京 我虽然灰头土脸 可是衣着华贵 还带着打猎用的弓箭 他们受宠若惊地将我迎进了门 招待了我 这二人是一对婆媳 男人在外做工 过两天才会回来 我嘱咐他们不要声张我的事情 他们诚惶诚恐地点头答应了 第二天帮我找了一辆去京城的旅车 年轻的妇人 答应叫着她弟弟一起陪我回京 我在她的口中得知 我走的方向正好是猎场向京城的方向 这个村子在猎场和京城中间 坐车只需两天便能到京城了 两天后的中午 我们到了京城 我让驢车直接到了中永侯府 敲响了侯府的大门 管家见我吓了一跳 我也没有解释 让他给门口的两人厚礼便回了我的阁楼 我干了一杯茶 命侍女拿出几件他们的衣裳 又装了些银子干粮 椅子都没坐热 又出了侯府 管家没敢拦我 离圣上回京还有半月的时间 我现在是府里最大的 他管不了我要干什么 他只敢派人偷偷跟着我 被我钻进个铺子就甩掉了 我租了辆马车 在天黑前到了渡口 赶上了最后一趟船 不到半年的时间 我离开了曾经日思夜想的京城 离开京城后去哪儿呢? 身边的一名侍女去年曾想回于阳老家探亲 可是年底感染了风寒没走成 她的录影都盖好各种章 拿来直接用就行 坐的这趟船顺流东去 明天早上在渡口处换乘北上的船就行了 我心里虽然紧张 可一路上并不遮遮掩掩 坦荡地坐在船舱一角 气质和样貌让其他人恨不得离我远远的 如此过了五日 到了冀州地界 船家停靠渡口进行补给 接受着官兵日常询问 我和其他人一样站在甲板上透风 观察那群士兵时看到了一张熟悉的脸 是当初斩杀流狗的那个人 徐远安 我不动声色地后退两步 等到查到我们这艘船 一名士兵看到我出身中永侯府 问了两句也就让我过了 可是徐远安听到中永侯三个字就和猫闻到鱼腥位一样 三两步就从隔壁船上跳了过来 他顺着船家的手指的方向看过来 吃惊地睁大了眼 显然是认出了我 走过来拽着我就要下船 我拽着栏杆嚷着大将军强抢民女了 吓得他立刻松了手 四周全看向这边 他像上次在帐篷见面一样 急得来回踱步 正在我想着要怎么说服他当没看见我时 他先上前 压低声音说 你不和我走 是想让我告诉谢不平 让他来接你吗? 你我萍水相逢 当没看见不行吗? 他摇摇头 三娘 你看看周围 近期匪患猖獗 周边的人多数捧头垢面才不漏腹 而你这个样子 在朴素也是鹤立鸡群 你觉得自己能走到哪儿去? 你不和我走 恐怕过不了两天也会被掳走的 我不知道你为何自己出现在这儿 但是你要知道 你在自己走下去的话是很不安全 他顿了顿 又补充道 如果你不想回谢不平那儿 那就去我那儿住上一阵 等清除匪患你要走我不会拦你 像是一场 三娘 我不会害你的 我看向周围 想了想 最后决定跟着他走了 刚才那么一闹 好多人对我面路不善 不和他走恐怕真有可能被抢走当压寨夫人 那就先和他走吧 日后的事儿日后再说 只是没想到 徐远安在冀州过得这么 清苦 徐家在京城 也算大户人家 可是徐远安在这儿住的地方还没我当初住得好 他大概也知道 把唯一还能看的主屋让给了我 自己住到了军营里去 府里只有几个老仆 他们都觉得我是徐远安的相好 大老远跑过来和他相会的 尤其在我怀孕了之后 所有人看着我更加和善 张口闭口 小主子如何 眼神都带着亲切 让我更加烦躁 这儿的春天来得晚 五月份了 桃花才将将开 粮食也是一年才收一次 虽然苦寒 人却热情 周边四邻知道我有身孕后 轮流载机载压 他要给我这个冒牌将军夫人补一补 可是我不想生这个孩子 前几天刚到徐远安这儿的时候 我看着他真没有软禁我的意思 心一放下来 倒在床上就发起高热 大夫来 我才知道自己有身孕了 徐远安从军营跑回来 看着我若无其事地坐在椅子上 又开始来回踱步 第三圈后 他停下 问我 你有何打算 我答 劳烦徐将军帮我找个好点的大夫 给我佩服堕胎药 你不想生这个孩子吗? 我孤身一人四处漂泊 本就艰难 带着孩子更加麻烦 何况我也不会照看孩子 生下来也养不好 他又想转圈了 可是只走了两步生生停下 像下了多大决心一样 几个深呼吸后说道 我今年二十四岁 尚未娶妻 家中行二 有父母兄弟六人 略有家产 你嫁给我 我会照顾你们母子的 哼 听到这话 我忍不住笑了出来 我嘲讽道 早就听说徐家二子从小就爱和钟永侯士子处处争个高低 可是在努力也比不过不三不四的谢不平 怎么 功绩上比不过他 就想和他抢女人吗 让他儿子叫你爹 你心里就舒坦了 听到这话 徐远安没有生气 他接着说道 三娘 你有没有记得 咱们小时候也是见过的 祖父曾说过让咱们定个亲的 我记得 祖父抱着我去过他们家 我俩坐在地上同样板着脸 对哲鲁班所苦大仇深 一下午都不哭不闹不出声 两个老人看着稀奇 说我俩志趣相投 不如结个亲家 可是从徐家回去后没多久祖父身体急转直下 这件事不了了之 在后来我名声坏了 家里给我说清也是世家片的不能再片的旁之 他家里估计给他相看的也是别的高门贵女 早就不考虑我了 玩笑话 只当不作数 不记得了 我摇头 我一已决 去找大夫吧 我有时真不知道老天宠我还是害我 面前这个老大夫摸着长长的胡须 说我有些亏损 留掉孩子对身体伤害太大 要是真不想要 不如顺其自然 等瓜熟地落 生下来再溺死 我认真考虑老大夫的话 徐远安急地走来走去 几次想开口 可是一两个字后又戛然而止 我都困了 准备轰人了 他才下定决心式地走到我面前 半跪下 轻轻握住我的手说 三娘 嫁给我吧 我说真的 不是因为谢不平 不是因为祖父 当初在帐中 我一眼就看到你了 你冷静地出奇 和那些慌张的女人都不一样 后来得知谢不平把你带走了 我肠子都快悔清了 我爱和谢不平比 是因为很多次因为客戟手里放弃的都会到他手里 我也想像他一样肆意妄为一回 可总是瞻前顾后 所以就只能怪他胆大妄为目无礼法 可是三娘 现在没有谢不平 只有你在我面前 我觉得这次要是不把心里话说出来 以后肯定会后悔的 三娘 我是真的想娶你 孩子你要与不要都随你 我现在只希望你能做我的妻子 我希望你能和我子孙满堂 共守白头 我嫁给了徐远安 一碗热气腾腾的米粥摆到嘴边 不尝一口 实在说不过去 至于是否美味 那也得吃到嘴里才知道不是吗 徐远安在冀州的义父为我们主持了简单的仪式 但是在京城 徐家往王家送了128台聘礼 我母亲收下后 往冀州送了十船嫁妆 还有仆奴若干 谢不平也派人送了几车银两 我将这些银两和一部分嫁妆全都给了徐远安当了军饷 冀州的新年也很热闹 徐远安说正月十五也有花灯可看 可惜我在初一生产 又没看成 孩子生下来后 徐远安捧着他举到我面前 犹犹豫豫地说他眼睛像我 鼻子像我 嘴巴也像我 他小心翼翼地看着我的脸色 在我闭目养神 挥手让他下去的时候 才松了口气 小初一就这样留下了 他成了徐远安上了族谱的长女 也是我的女儿 冀州的花灯和京城没法比 但也不是全然没有乐趣 徐远安会砸花灯 也会做冰灯 虽然兔子灯是歪的 美人灯是斜的 手艺不怎么样 不过小小的府邸挂上几个就很喜庆了 初一裹着斗篷 戴着手套穿着皮靴 和徐远安在院子的雪地里做冰灯 他把最喜欢的一幅窗花放在盛满水的水桶里 等水冻上之后 将冰块倒出来 徐远安从中间挖出一个洞 放上蜡烛 冰灯就做好了 他们俩乐此不疲 我捧着暖炉当个观众 在他们把奇形怪状的冰灯摆了一走廊 献保诗地告诉我时 我会人情世故地点头夸赞两句 日子就这样如流水般过下去了 平息匪唤后 我尝试带着初一走出宅子 去四处逛一逛 我因捐了大量钱财当军饷 留守在这座小城中的老弱病残 对我感恩戴德 我看到他们许多人衣不避体 无家可归 便回忆着王夫人在灾年时的做法 石舟放粮 又掏出些银粮买了地 便宜地租了出去 后来还盘下城里的粮铺、铁铺、布料铺子做低价买卖 顺便囤一些货 以防冀粥再有战事周转不开 大家称颂王家三娘和徐家二郎的门当户队男才女貌 仿佛如果我没有被驱逐出王家 我本来的生活就应该是这样的 我看着在和初一滚雪球的徐远安 这几年 我感觉到了从没有过得平和舒适 我告诉自己 对于我来说 现在已经是很好的结局了 可是时间不会因为我贪图一瞬间的安逸而停止流逝 初一四岁的这年春天 徐远安的父亲重病 我们一家回了京 主作上的两个女人一样地端庄优雅 她们一个是我的母亲 一个是我的婆婆 交谈内容从最初礼貌客套 到谈及我和徐远安时 剑拔弩张 空气中仿佛有看不见的刀子乱飞 我一句也接不上 等时候不早了 我送王夫人出门 她身姿笔直地走在我前面 步伐飞快 头上的步摇 却纹丝未动 我低头看着前面微微摆动的裙摆 逐渐和以前重合 感觉要是不伸手抓住她就要消失不见了 可要是真抓住了 便要被打开手 被说没归没举 王夫人到了徐府的大门停下脚步 侧身等我磨磨蹭蹭地上前 与我说道 你长姐去世前一直念着你 有时间去祭拜下她 也不枉你们姐妹一场 哦!我点头 表示知道了 她大概对我的表现不满意 又在沉默地看着我 徐府大门人来人往 她可能觉得在这儿训斥我不太合适 便一甩袖子走了 她又生气了 因为王婉吗? 王文的死让她染上心急 这些年一直郁郁寡欢 我失踪的那几个月 她忧思加重 很快我闯不起 后来我在冀州冒出来 她听说我成亲了 将自己的嫁妆换成银子 托母亲一并给了我 之后没多久便病逝了 她明明才去世几年 我却记不清她长什么样子了 现在努力想一想 只记起王家后院老柳树上有个秋千 是父亲和大哥亲自为她做的 我小时候想爬上去玩一会儿 她会抱着我坐上去晃一晃 后来我大了些 能自己上秋千了 可那个秋千却坏掉了 王婉有了心事不再玩这种东西 我也就再没玩过秋千 我抬头看蓝蓝的天 那时候坐在她瘦削的怀里 抬头看着天空一晃一晃的 晃得我没一会儿就睡着了 这次回京后 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我极少出门 可还是听到了一个新名字 齐荣郡主 三十年前韩王叛乱 斩杀了一大批忠臣良将 齐荣的外祖拒不归降 城破后全家被韩王斩杀 只剩下在外探亲的外祖母 与他母亲幸免于难 消息传到京城 圣上册封 他母亲为公主 在他出生后又封为郡主 彰显皇恩浩荡 而我记住他的名号并不是因为他的先祖多忠烈 齐荣担恋徐远安 为他耽搁得二十未嫁 哪怕后来徐远安在冀州娶了突然冒出来的王氏女 他也仍然痴心不改 说非他不嫁 我不想惹关注 因为我的过去经不起推敲 我是不在乎名声 可我有了初一 我不想让他因为母亲如何受到非议 我的婆婆不喜我 只因为曾经听说我虐杀仆人 所以才会流落在外 而谢不平的爱妾世事早就病死了 经中无人知晓他和王三娘的关系 可我不敢低估一个极度的女人刨根问底的能力 只能借着身体不适的缘由拒绝各种聚会 避免一切针锋相对 我带着初一身居简出 对于外面如何充耳不闻 所以当事情发生的时候 一切大局已定了 还是有迹可循的 我虽在徐府躲着不见人 可是偶尔有客登门 还是得露一下脸 徐远安父亲的病在见到次子后好了不少 夏季炎热 他在府中办了场消暑宴 叫了几家亲戚朋友前来参加 我被叫着作陪 等众人参观完残暴试杀的王三娘后 出来透口气 刚绕过一座假山 冬的一下被颗荔枝砸到了头 我抬头一看 谢不平 我转身就要走 她过来拽住我 我看着不远处的侍女 停下动作 问她有何贵干 她借着假衫隐藏身形 问我可知道齐荣郡主 我答 知道 她说 她在和齐荣郡主一亲 我说 恭喜 她认真地看着我 不知道能看出什么花来 谢不平虽过儿历之年 可是位高权重又无子女 一亲不是很正常的吗? 她想说什么? 她能说什么? 我刚想皱眉 她却先转身走进假山里 不见了踪影 谢不平走得很潇洒 可是惹得我思绪纷乱 几个名字在脑袋里来回地转 一直转到傍晚徐远安回来 谢不平 其荣 徐远安 谢不平 徐远安 徐远安 我看着徐远安兴高采烈地拎着一个盒子进门 她将盒子放在我面前的茶几上 说是送给我的 我打开一瞧 里面有一套翡翠首饰 她拿出个镯子为我戴上 说很久之前就得来的料子 一直不知道该做些什么 这次回京请了有名的何大师动手 做了这几件东西 款式正好配我 说吧 又拿出簪子往我头上乱插 我挡住她的手 坐到梳妆镜前 知道她该怎么戴上去 看着同镜中相威衣的两人 我暗自嘲笑自己多虑了 人就在眼前 何必乱想些有的没的 徐远安 难道 她还能犯老毛病不成 十一月 瑞雪赵丰年 又恰逢周边战士皆平和圣上整寿 宫里便要办一场小型宫宴 徐远安在表彰一列 是徐家平辈中最有出息的 我不能再躲 和她一起进了宫 宴会过半 一名中年官员拽着一名花容失色的姑娘闯了进来 她直直地跪在中央 对上手的陛下行了一个大礼 说自己女儿目无礼法 未婚怀了有夫之妇的孩子 恳请陛下打死这个不孝女 以警孝悠 话音落 满座皆惊 大家看向跪在中央的姑娘 她梨花带雨地跪在那中年男子的身后 果真宽松的衣袍已经掩不住隆起的肚子了 我本来不太明白为什么徐远安的身体一瞬间地僵住 等在众人的窃窃私语中听到齐荣两个字的时候 这才明白过来 此时 跪在那里的齐荣仿佛受不了众人议论 极其柔弱地冲着我们的方向喊了一句远安 于是 所有人的目光转向了我们 片刻沉默后 我看到徐远安紧紧攥着拳头 仿佛赴死般走出席位 她冬的一下跪在地上 头重重地磕了下去 说道 沉酒后失德 恳请陛下责罚 众人哗然 眼前的景色仿佛漩涡般伴随着嘈杂声向我涌来 我又想起了那年的花灯 祖父瘦削的肩膀垫在我的屁股底下 丝毫不在意别人的劝说 这是我第一次被人举得那样高 满街金色的灯火仿佛都被我踩到脚下 从那以后 我再也没有见过那样震撼的景色 远安啊 你怎么如此糊涂 良久 圣上开口说道 你们小儿女的家事 本不该由我们老骨头操心 可是齐荣是功臣之后 她的肚子不小了 总不能让孩子无名无分地生下来 你虽已娶王氏女 但也不能让齐荣作妾 便也以正妻之礼娶她 二人不分大小 共同为你徐家开枝散叶 顺便呢 冲一冲喜 得个大孙子 说不定徐赖的病就彻底好了 哼 真是便宜你小子了 有人跟着傅贺调侃徐远安 让他赶紧和新岳父行个礼 不然孩儿和娘子得少一半了 可是徐远安的额头仍然贴在地上 仿佛没有听到圣上刚才的一番话一般 气氛渐渐冷了下来 齐荣从刚刚的羞怯变为慌乱 她有些焦急地拽着徐远安的衣角 换着她的名字 可无论她如何 徐远安都像尊十项般不为所动 真落有声 气氛渐渐剑拔弩张 我从眩运中缓过神来 起身 在众人的目光中走向跪在正中间的鸳鸯 对上方的陛下行了一礼后说道 当年我遇险 多亏了徐大人相助 后来成了夫妻 也是阴差阳错 如今徐大人与郡主两情相悦 我也是时候退位让贤了 我扶起跪着的齐荣 摘下手腕上的镯子塞到她手里 有情人终成眷属 我在这里提前祝贺徐大人和郡主了 说罢又行一礼后退下 我没有再回之前的席位 而是转身向我父母那里走去 我在他们席前深深一拜 女儿不孝 日后恐怕又要让爹娘操心了 唉!我父亲长叹一声 想我王家至今三百年 出过的公卿将相不计其数 近些年却再不似以往了 三十年前寒往返 绑了本家百余口逼祥 我书公只说了一句壮士不悔劫而求生 我等绝不屈结于人 便全家从然赴死 从此 我王家在寒帝一脉死绝 现在只剩我这个庸禄之辈 在南县先辈荣光 我虽比不得先辈大义 可也知道何可为 何不可为 你起来吧! 我王家再不计 多养一个女儿也是养得起的 说吧 她与我母亲一起将我扶起 回到了座位上 我们不再管那些人的双簧 如何再唱下去 只静坐不再说话 但周边不时有啜气声响起 气氛再难回到从前 现在王家虽然没有一手遮天的当朝权贵 可是王家门客出身 交好的官员百人不止 有一位老王爷更是大喊一句我的致真凶啊 而后嚎啕大哭 当年韩王谋反 第一件事就是将本家在寒帝的王室全族抓了起来 先被忠烈 自尽而亡 只留在京当官的祖父一脉得以保全 用善待忠臣之后的名义施压 可是忠君爱国之人可不止其荣一家 陛下大寿 想牵红线 孩子都揣在肚子里了 咬定我不敢不同意 好 成全你们 我不要了 宫宴草草结束 我随父母出了宫 徐远安不管其荣如何呼唤追了出来 我的兄长弟弟们拦住了他 我当没听到他叫我的名字 头也没回地上了王家的马车 我一直被抛弃 可是谁稀罕 我不要了 弃我而去的都不是我的 你有何打算?徐迦的东西不多 很快便能整理好 只是收拾冀州的嫁妆 需要些时日 我母亲点头 说道 时候还早 这就去徐迦把你的东西搬出来吧 父亲在马车里挥毫泼墨 写完了一封和离书 商量好接下来如何 便闭目扬起了神 一路无言 等到了徐迦 我父亲和不明所以的徐大人周旋 母亲带着我直往后院 徐夫人急匆匆地赶来 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刚想说话 就被我母亲一句等令郎回来 与你解释吧 堵住了嘴 于是 我中午和离 天还没黑 就带着初一回了王家 胸中有一口气 不上不下 我琢磨今后如何 琢磨得胸闷头痛 可眼下有许多事情需要我安排 过两天离开王家我也要安排 母亲和我一起 进了院子还没走 我不想表现得多脆弱 这间院子是我小时候住的地方 十多年后又回到了这里 可我没有心思观察它有什么变化了 眼前开始发黑 没事的 没事的 我安慰自己 什么都不能打倒我 不就是被人抢了相公吗 能抢走的都不是 一口血吐了出来 天旋地转 我听到几声惊呼后 人是不知 徐远安曾经摆弄着灯笼骨架问我 我一直念叨的花灯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我努力想了想 告诉他我记不清了 我只记得金色的光影延绵到天边 像河水一般 祖父他如同一艘小船 载着我在其中飘荡 他去世好多年了 不过还好 我又见到了心心念念的花灯 周边眼花缭乱将我笼罩 放眼望去果真无边无际 更好的是 不远处我看到了祖父被折手的身影 他站在那儿好像在等我呢 我没有犹豫 立刻迈着小短腿向他走了过去 我走啊走 偶尔无聊看向两侧的花灯 发现上面不过是之前的所见所闻 很没意思 所以就不再多看 继续一心一意向前走 脚下的行人嘈杂 我听到他们有人叫妖妖 有人叫三娘 有人叫姐姐妹妹 还有人叫女儿阿娘 我还听到有人说准备后事吧 一个苍老的声音 哭嚎着喊苦命的侄孙女 靠着心大 好不容易活到现在的侄孙女 他要把自己金丝楠木的棺材给她 随后 周边起起伏伏 全是哭声 他们在哭什么? 活着如此艰难 死后方能解脱 解脱了 有什么可哭的? 我看到花灯上一名妇人趴在昏睡不醒的女子手边 她的肩膀微微颤动 随后压抑的哭声也传了出来 我还看到不远处还有一名面容模糊的中年男人 她对着同样面容模糊的几人说 一定要把三娘救回来 心里有一丝疼痛 但很快 我看到祖父仍然在等我 便继续向她的方向走了 不知过了多久 一个讨厌的声音响起 夭夭 我当没听见 可是这个声音如影随形 怎么也甩不掉 夭夭 真没用 什么都不放在眼里 什么都放不下 我有些生气 但仍然坚持不理她 可她下面的话让我越听越气 夭夭 徐远安一直在门口跪着 你这么放不下她 起来和她和好去啊 为了她命都不想要了 那还怕给她孩子当娘吗? 这么舍不得她 起来和祺荣抢 把她抢回去啊 嘖嘖嘖 王夭夭深爱夫君至身 不忍其左右为难 自请下堂后心碎而死 今后几百年 你肯定能成忠贞猎妇的典范 夭夭啊 真没用 屁 放什么屁呢? 身边场景如同水墨般变幻 手中出现一支断裂的风筝 我撑出竹条冲着对面那人抽了过去 十五岁的少年脸上泛起红印 站在我家后院仿佛在自己家一样 挑衅地看着我 我气哼哼地瞪着她 都说我一身腻骨 可是论叛逆谁也比不上她 毕竟在厌烦 我也不敢对厌烦的东西说不 我不敢直面不公 我也没有独当一面的本事 我只会逆来顺受 我一不懂文 二不会武 拿得出手的只有被我视为枷锁的样貌和身份 平民受战乱匪患侵扰流离失所 一不避体食不果腹 被掳走的姑娘要不是生了不知腹是谁的孩子 要不是坏了身子再不能生育 而我 自出生起从没为衣食苦恼过 成破时许多姑娘当街被匪兵施暴 我却因容貌直接送给了刘狗儿 也因容貌当了刘狗儿爱妾不用去伺候她的神兵猛将 我渴望摆脱这些东西 可偏偏又要靠这些活命 极度泄不平地何止徐远安 手中的竹条仿佛藤蔓般生长起来 一下子将我贯穿 脚底下又钻出许多 它们穿透我的身体 相互交叉形成一座繁笼 我遍体鳞伤 却又偏偏要靠这些藤蔓供养得以存活 我如同木偶般动弹不得 发现它又来了 满身血洞 站在我的笼子外面 肆意嘲笑我的无用 我真的没用啊 护不住手里的东西 也护不住自己 我错了吗? 既然有着他人没有的身份地位 那便应该做与身份相符合的事情 当一名和往往一样传统的名门贵女 可能 那样 从一开始 就没有后面所有烦恼了 我真的错了吗? 你没错 这三个字在耳边乍响 让我灵魂为之一阵 腰腰 你没错 世道已同住拘泥我们的形态 可他自己却混乱无序 我们学习道德理法 可却没人教我们敌人无道德无理法时该怎样做 效仿先辈一死以全名德 每年死伤者千万 可得到贤名的有几人 别人逼我们死 凭什么我们就要顺着他们的心意去死呢? 世道不公 那便靠自己闯出一条道来 腰腰 你做得一直比别人好 无论是旧王婉、沙催傲 还是被刘狗掳走 遇到我 甚至自己走回京城在北上遇到徐远安 腰腰 你从来没有错过 老天让你遭受旁人未有过的磨难 你却从未妥协 还保留了难得的良善之心 腰腰 你不是无处可归 冀州百姓对你感恩戴德 他们还在等你回去呢 每一次对于其他贵女来说必死的局面 你都走过来了 腰腰 真的无人再比你强了 腰腰 我真应该早早和你定亲 如果那时找到你 我只会夸你临危不乱 哪怕你下巴衣裙上全是血 我也只会夸你牙齿锋利 如同野狼 堪比猛虎话不好听了 我想抽他止住他的话 可没想到这次一伸手 却实打实扇到了真人 谢不平的脸出现在眼前 我想说话 但他行动更快 一手扶起我的头 一手拿过一碗药 就开始往我嘴里灌 为了不枪着 我只能大口把药全喝下去 许多人围在我的周围 见我醒了 轮流过来 给我扎针喂药 他们的声音嗡嗡嗡地在我耳边环绕 绕得我头昏脑炸 躺在那里 有气无力地说了好几遍 闭嘴才清静下来 只剩下大夫问了我几句话 又往我嘴里塞身片药丸 等被折腾完 谢不平早已经没影了 并来如山倒 并去如抽丝 昏迷七天后 我吃了几顿饱饭 就恢复了不少精神 又休养了一阵 在我的要求下 让还跪在王家大门外的徐远安进了门 寒冬腊月了 他还穿着一身薄衣 脸色灰败 好像也大病了一场 我平静地看着他欲言又止 可他只在进门时 叫了一声三娘后 再也说不出话来 可能觉得难以齐口吧 毕竟哪怕被算计了 也是他主动去赴约的 他那时候是怎么想的 是觉得不好拒绝其容的一片痴心 还是又想和谢不平争个高低 但到底是自愿还是不愿 我都没必要刨根问底了 我摆着礼貌地微笑 说道 恭喜徐将军高升 前不久 徐远安的调令下来了 他从冀州调回了京 算得上是越级高升 不知其家出了多少力 但他们不止在徐远安身上下功夫 我曾被掳的传言在京中流传开来 秦楼厨管赌方查寺都在传王三娘与刘狗儿的风流运势 后来几名始作俑者被割掉舌头挂在了郡主府大门前 吓得其容胎相不稳 这才止住了传言 可是部分归降的朱扬军在朝中任职 公宴上我路过面 结合传言 真假只要打听一下就能知晓了 徐夫人三两天跑一趟郡主府 探望孙儿已经摆明了态度 徐远安还来干什么呢?急雨之后又夺走 比从未承诺过还可恶 可我也明白 他不欠我的 我说 五年相伴 如同大梦一场 多谢他照顾了 我还说 这些年将冀州的那座宅子羞羞补补 用了不少心思 初一的屋子更是为他定制的 近期赶上冀州大雪 班里可能费些时日 希望他能宽限几天 等来年再去收拾 我还说 此后我可能再不回京了 祝愿徐大人步步高升 子孙满堂 这个年我没有出门 因为我对花灯已经没有期待了 养病的这些时日 我足不出户 除了见了一次徐远安 其余来人都由爹娘应对 至于初一 我并不拘着他 不让他出门 可是几次回来后 他闷闷不乐 之后不再主动去找玩伴 也不打扰我 只坐在屋子里玩布娃娃 我不想在他身上看到熟悉的影子 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叫唯母则刚 一下子有了精神 带着他在院子里玩游戏 将我这些年的自娱自乐 全交给了他 等到春暖花开 我的身体也养好了 便辞别父母家人 带着初一准备返回冀州 可就在半路上 我又被掳了 来人训练有素 绑了我的侍卫仆人后 极其客气地请我上了他们的马车 侍女有礼又强势地摘掉了我所有首饰 过了两日 我在金碧辉煌的宅子里见到了始作俑者 来人似时有余 我曾在朱扬军中见过 他也曾和谢不平讨过我 就是那位雷神王 或者叫他成恩侯 他先对我行了一礼 说了对我的爱慕之情 可是与我的缘分总是阴差阳错 后来听说我病逝更是伤心欲绝 这次终于再相遇 希望我能成全他的一片痴心 我说 既然如此 便请侯爷去王家 与我父母提亲 他说 这几月他派过没人上门 可我的父母对他有些偏见 并不同意 所以才不得已出此下策 恳请我见谅 我看着他沉默不语 他才接着解释道 他家中虽有老妻 可是老妻年事已高 不问家事已久 等我过门后 肯定事事以我为主 甚至日后老妻去世将我扶正 将爵位传给我的儿子也不是不可 然后又说了些之后会对我如何如何好之类的话 甚至承治徐 其两家 替我出气的话 都说了出来 我想着院中侍女曾经摆弄过的红喜凤竹 做出垂谋似被他说动的样子 犹豫地说道 侯爷虽有苦衷 可我家最重名声 父母知道后恐于我又生贤戏 不如侯爷亲自送我回京 直接送我回王家 他 对外人说我入狱歹人时 侯爷正好相救 英雄救美 一见钟情 也算名正言顺 我的顺从合了他的心意 他面露喜色地想要拉我的手 我躲开后接着说 侯爷若是真的如之前说的那般重视我 那便将我女儿和仆人放走 让他们回王家通知我的父母 父母之命没说之言 哪怕当不成侯爷正妻 也让我看看侯爷的诚意 他摸着胡子沉思一会儿后答应了 成恩侯走后 我忽略旁边监视的侍女 坐在椅子上闭目养神 努力压下心里的厌倦不耐 第二日我见到了收拾利落的初一 我抱了一下他 然后用力将他的手从我的衣衫上拽下来 把他塞到奶娘的怀里 嘱咐两句后 目送他们离开 成恩侯问我何时启程 我说 等家里的传信回来 父母不再怪我 便可以回去 又过了三日 我见到了初一抱平安的飞鸽传书 便和成恩侯启程回京 马车摇摇晃晃 又要载着我回到曾经日思夜想的地方 只不过这次回京 我将再一次声名狼藉 这几日成恩侯对我以礼相待 时不时对我吟师作父 也毫不避讳地和随从商量 如何悄悄打打 大摇大摆地送我回王家 他与我说 他也是世家之后 可是到他这一带早已没落 这才无奈兵行险招 以求富贵 这些我知道 我还知道他早年一事无成 全靠大他六岁的老妻操持家用 赚钱供他读书 可他一朝富贵便将遭康之妻弃如碧履 我还知道他善于左右逢源 被良主后才当成陛下的爱卿 所以老牌世家看不上他 心境清流 也不屑与他为伍 他想修妻另娶 可经中根本无人愿与他结亲 他只能当个二流权贵 这才打上我的主意 他大概觉得呀 配我绰绰有余 我松开手 看着掌心一朵金丝拧成的珠花 是今年初一生辰我为他做的 不怎么好看 但是初一一直戴着 分别时拥抱的那一下被我偷偷摘了下来 他和我幼时一样 不怎么爱说话 可是开心的时候眼睛是明亮的 对于新鲜事物会眼都不眨地盯着看 长相脾气都很像我 但是 他可不能越来越像我呀 我一边想 一边将手里珠花 一下一下捏扁捏圆 看着个头差不多了 便准备将它吞下 可放到嘴边的时候 我停下了 我在干什么? 王夭夭命途多喘 已经艰难道要自我了断了吗? 脑海中一个声音响起 他在嘲笑我 因为我这次真想要一死以全名得了 死 凭什么要我死呢? 心里涌上强烈的不甘 苦命的夭夭可怜的三娘 养病的时候天天都能听到这种声音 可凭什么苦命的是我?可怜的是我呢? 仿佛我越挣扎 我的命运就越糟糕 那就这样认命了 苟且偷生 给一不忠不义之人作妾 怎么可能? 该受万夫所指的从来不应该是我 我从不认命 一行人停下休息 我也下了马车 找到了一处大石座下 几名侍女寸步不离地跟着我 可是他们挡不住士兵偷偷往这边打亮的眼光 程恩侯过来轰走了附近的士兵 又将侍女远远打发走 轻渴两声 开始了知乎者也的表演 可能背得太专心了 都没发现我从石头上站起来 我看向四周 发现一个人也没有 便突然跳起 将她踹倒后重重落在她的背上 与此同时 手中的金线极快地缠到她的脖子上收紧 左三指两圈 右三指两圈 哪怕感觉指头要断了 我也丝毫不敢泄力 她挣扎得厉害 可富贵生活让她的身躯肥胖愚笨 颈尖被我压制便动弹不得 几次即将脱力时 我想到只有这一次机会 便又涌出劲来 直至底下再无动静 最后 我脱力地坐在地上 看着没有气息的程恩侯 觉得有些好笑 她必是打听过我之前的事迹 所以 让侍女盯紧了些 可又因为我是女流之辈 而轻是我 这才给了我可乘之机 总是这样 下次呢? 我看着仿佛要断掉的手指头 下次也要以命相搏 先斩后奏吗? 下次还会这样顺利得手吗? 我想起母亲的话 解决的方法千千万 我偏爱选择最偏激的方式 使人最不能接受的方式 可不这样还有别的解决办法吗? 坐以待毙 以身似虎 被指指点点 然后再次被送走 想到这儿 我忍不住吃笑一声 他们自找的 要不是没机会 留狗儿我也是要杀的 我不犯人 害我之人 必将掀我而死 下次 也是一样 有护卫发现了这边动静 他们围了过来 探了探成恩侯的鼻息后 摇了摇头 然后全部望向了我 我微微整理好衣衫头发 站在一边 对所有人说道 我的女儿和侍女仆人都已回京 王家已经知道我是被承恩侯囚禁 而你们 不过是奉命行事罢了 现在罪魁祸首已死 而等要担护卫不利之责 要是还顾及家中妻儿老小 便将我送回王家 我便说 侯爷是因我而死 与你们没有干系 听了我的话后 一些人在犹豫 可也有人喊着 让我为侯爷偿命 拔出刀就冲我砍了过来 我看着越来越近的刀锋 感觉今日可能真要命丧于此了 可就在这时一只羽箭飞来 郑重这名持刀者的胸口 一队士兵将我们包围 承恩侯的护卫激动地冲着其中一名男子叫着世子如何 可话音未落便被一刀毙命 我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什么 便腰上一紧被人拉上马 离开了这个刑场 腰腰? 怎么了? 吓破胆了吗? 不至于吧 话显为疑 我知道身后之人是谁 可我现在不想说话 于是听他继续自言自语道 腰腰啊 你也是给我个机会 你这样 我还怎么表现啊? 腰腰 你知道吗? 你刚才的一招千金坠用出来 如同庙里的俯虎罗汉 把我们全震住了 我举着弓 收也不是放也不是 第一次见到女子的面色居然能争獰成那样 可又翩翩长得俊俏 额头青筋抱出来 也袖色可参 我就想啊 女罗刹也不过如此了 很好 本来还有些低落 可谢不平这几句一说完 我心里开始蹭蹭地冒火 手痛扇不了她 只能用胳膊肘肌 挣扎中带着她从马上摔了下来 她垫在我身下 由着我打 她居然还在笑 我红着眼瞪着她 我从鬼门关走一圈 她居然在一旁看热闹 不想再看见她 可要起身却被拽住 她看出我真快气疯了 这才止住了笑 谢不平不知从哪变出一罐药膏 拽住我的手腕 就这样坐在草地上 开始给我的手指头简单粗暴地上药 然后不管我的挣扎 把我抱上马 继续上路 之后我们没再交流 我以为她会带我回京 和之前差不多的故事里换了个男主角罢了 可没想到只过了一炷香的时间 林子里出现了我的车马随从 初一急匆匆地跑过来 快到跟前时脚下一半险些摔倒 被谢不平飞快向前两步揪着领子拎起来 塞到了我怀里 我抱着初一回头看她 她笑着 两只手分别摸着我和初一的头 说道 放心走吧 剩下的交给我 然后将我们送上了马车 帘子放下 隔绝了她的身形 队伍行驶起来 比上次多了一对护送的侍卫 侍女与我说他们没有直接回京 而是快到城门时派了两人去王家报信 正好碰到了上门的谢不平 我想到成恩侯世子 后来大概就是重演了 一路直到冀州 再无波澜 我一年后独自回来 城中居民已经听说和离的事情 婆婆们义愤填膺地替我骂着负心汉 吓得崇拜徐远安的儿郎们一生不敢知 也有人传京城的那些话 可茶滩上刚起话头便被周围人一顿打 甚至还有被送到官府关了起来 再后来京城那些人自顾不暇 也就没人再找我不痛快了 母亲给我寄了信 说了些照顾好自己 别的不用担心的话 其余的并没有提及 可是我的商铺与京城有生意往来 多多少少也就知道了之后的事情 成恩侯的死被算到了谢不平的头上 因没有实际证据 他被削了职 贤富在家 徐远安不肯娶其荣 哪怕气得徐大人卧病在床 也不肯娶 他只在家照顾徐大人 也不去上任 整得徐夫人大为恼火 后来京城里开始传其荣和几名孝似徐远安戏子的事情 再加上他生了个女儿 徐夫人才放弃这项亲事 开始为她相看别的名门贵女 至于谁会成为下一任徐二夫人 我就不知道了 反正和我没关系 冬天 大雪纷飞 听说接替徐远安的将军也上任了 我在新宅子里 听管家询问是否要去拜会 毕竟之前我囤了很多军需 如果想为冀州百姓尽一尽心意 那总归是要与那些大官打交道的 想了想 我提笔说明情况 大意就是 如有需要尽管开口 我会尽绵薄之力之类的话 一封信送出去后 什么水花都没有 我以为是近期太平 并不需要外人插手 所以才没有回应 冀州安稳了 商人也渐渐多起来 我现在也有不小的经营压力 想着反正心意是送到了 用不到我更好 一直到了正月十五 那位将军在魏池楼宴请四方 我也在其中 想起管家说的生意经 我决定去露个面 和下群 魏池楼位于城中最热闹的那条街上 不光临街主楼有三层高 后院亭台楼阁假山湖泊 一英俱全 我回来时听说早就议了东家 悄悄打打 近期才休息完 这还是我在他重新开业后第一次来 到的时候 伙计说我来早了 还说怕我在大厅里不自在 便将我迎到了顶层的一间包间里 说等人到齐了或其他女掌柜来了会叫我 让我在此处稍等 房间宽敞豪华 看起来并无不妥 桌子上还放了几本邮寄 我坐下翻着邮寄静静等着入席 不知过了多久 天色应该不早了 屋内点了几盏烛灯 可是我突然发现窗户外明亮一场 街上嘈杂的声音隐隐约约传进来 我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打开了窗户 一下子被窗外的景色惊艳住了 正月十五 我知道今晚会有灯会 可没想到如此热闹 街头巷尾的花灯高高挂起 各色商贩穿梭其中 远处敲锣打鼓 好像在舞狮子 还有四处时不时传来的鞭炮声 行人往来如知 我好久没见到这样热闹的景象了 大朵大朵的烟花在空中绽放 放眼望去 灯光璀璨一直到视线尽头 就连城中其他地方也布满了星星点点 一个人站到了我旁边 和上次一样 我不必回头就知道他是谁 我听说 新上任的将军姓李 嗯 那是主将 我现在只是个副将 你是正一品 居然在冀州只当个副将 不光如此 姓李的怕我分他的权 防我防得厉害 他得知你我旧时候便说要为以重任 让我每天研究着讨冀州大善人的欢心 军营都不用去 虎落平阳 等过两年陛下气消了 侯爷爷就能回去了 我现在一把年纪 不想再去追名逐利 费了好大力气打点 才被贬到冀州 把自己家底都到处来置办了产业 现在京城那儿只剩个空宅子和两三个看宅子的老仆 实在没必要再回去了 哦 对了 谢不平接着道 能同甘不能共苦 是人之常情 你不能总当甩手掌柜 也要有奖有成 恩维病师 他话锋一转 开始指出我的几个铺子有什么问题 仿佛教育学生一样 头头是道 我想接几句话 可表达能力十分有限 尤其是看到楼下的人群中小初衣戴着虎头帽 坐在谢衣的脖子上 哪者点心正吃得欢快 他吃东西很少会掉出来了 可能刚才看烟花没注意 掉了谢衣一头渣子 我控制不住地皱起眉 这样哪者 有肯定粘手上了 侍女跟在身后也看不到 等下一瞬看到他把手往谢衣头上擦 我更受不了了 谢衣头发多不干净啊 初衣抬头看到了我 举着一支桃枝状的灯笼 费力地要给我看 我急匆匆地下楼和他会合 拿过侍女的手卷给他擦手 一回头发现谢不平也跟了下来 我想起刚才的对话还没结束就贸然跑了 于是礼貌地补充说道 看来谢老板对于如何经营颇有心得 那以后还要请多多关照 老板娘客气了 她轻飘飘地说完 抱起初衣就走了 顺便将初衣刚才指的糖葫芦也买下来 塞到了她手里 他们什么时候这样熟了? 一人扛着超大号的鲤鱼灯路过 吸引了我的目光 初衣指着她 她便被买下来交给了侍从来扛 我看着毫不费力抱着初衣的谢不平 犹豫了己顺 最后决定算了 不管他们了 化地为劳太久了 今夜风光难得 我也想四处看看 女儿回头记得送回家就行了 番外 谢不平 一年前 一伙山贼要造朝廷的返 当地官员无能至极 居然让乌合之众一口气占了五座城 自立为王 皇帝很生气 让我们打完北边就去南边接着打 没什么难度 闲着也是闲着 我硬了 杀鸡用牛刀 挤大家闻着风都想往里面塞人 婉约地说当历练 直率地说去杜层金 回来混个闲职 我无所谓 刀剑无眼 他们做好心理准备就行 这几日常常都是渐行宴 我本来不爱看别人溜须拍马 可要是他们拍的是我 那就另说了 我也是想看看他们对自己口中不孝之徒 卑躬屈膝是什么样子 当年一个个对我吹胡子瞪眼的 和谢老头一样觉得把我扔到墨北我就会死在那儿 可没想到我一直活着 活到墨北战乱平定的这天 活成了实打实的一等猴 金银珠宝 美酒佳人 我哪怕比以前还出格也无人再敢对我指指点点 几个长胡子喝多了开始唱起歌来 衣冠不整如同一只猴子 我干了一杯酒 想起他们当初看我如同看污秽一样 心里把他们骂了百八十遍 现在一想啊 没必要 我和猴子一般见是干什么 哼 推开怀中的美人 哪者酒壶想出来寻个干净点的地方透透风 可又有不长眼地跟了出来 是王婉他哥 王大 王家元气大伤 可还是秉持着所谓世家风骨 我名声差成那样 还让女儿和我成了亲 虽然往往苦着脸 天天怀念他那情郎 可看在他当管家婆还算合格的份上 我对王家还能客套客套 王大说 让我关照他酒地 行 关照关照 和别人一样关照 那边几声怪叫 我一瞧他们又跳起舞来了 真是一群衣冠禽兽 不自觉地戴上笑 可发现旁边的王大话说完还没走 一副欲言又止的墨迹模样 于是我直接问道 阿兄可还有别的事 王大犹豫了半天 说道 侯爷也知道 朱阳君占了五成 我一阿妹之前得了急症 正是被送到那里养病 我收回看侯的目光 转头看着他 王大心虚 可还是将剩下的话说完了 劳烦侯爷寻一寻 好啊 我点头 嘴上的嘲讽送给他 寻道之后呢 朱阳君除了酒囊饭袋就是好色之徒 这位阿妹会如何 阿兄家里可有心理准备 天灾人祸谁都意料不到 毕竟是我王家女儿 我们会妥善安置的 嗯 意思是人如果活着带回来就行 一年了 现在才想起来寻 如果朝廷再晚个一年半载发兵呢 我收回刚才对王家的评价 一秋之河 虚伪之辈 哼 大军压境 一路打得毫无悬念 可是姓徐地谨慎过了头 处处挑毛病 想在这几个月里把一群玉作的小资磨成钢 这不亦想天开吗 少年老成 在墨北他就爱板着张脸 总爱扯规矩 活脱脱的一副老古董的复刻板 多看一眼 都令人生艳 所以 那群小子们都爱围着我转了 天天哄孩子 我看着他们眼中的崇拜天真 真想一下子打碎 让他们见识见识 世间险恶 无聊无聊 无聊至极 尤其诸阳君内食食物的叛徒颇多 不费什么功夫就端了他们的老巢 直到在大帐发现了意外之喜 他无疑有着令男人目不转睛的皮像 尤其看着那群只会发抖哭泣的女人眼里露出看蠢货的眼神 我想 我总算找到有意思的了 谢一低着头 我知道我的脸色肯定不好看 收拾完诸阳君后五成官场大换血 这些日子我也没时间调节生活 便顺水推舟让谢一将事事送回去了 露水姻缘一场 若是走的时候还有心思 再将人带走就行 不然还得听姓徐的过躁 谢一是了解我的 她看世事住的地方也颇为华丽 便向周边邻居打听了一下这是哪家的小姐 结果没想到和过会儿要找的是同一家 我本来第一反应是笑了出来 觉得世界真小 可等想起来王三娘是谁 初见和再见时的场景在脑海穿插 一下子也乐不出来了 手中的茶碗碎裂 谢一退下后我的火气还没消下去 我在气什么呢? 他们王家的事我气什么? 她八岁的时候满脸写着不好惹 感觉下一瞬就能摘下脖子上的金像圈冲我砸过来 可没想到在相见却是这样的场景 王婉锦衣玉时当着悲春怀秋的侯夫人 她的父母兄弟们在人前各个人模人样 可是居然让血脉至亲沦落至此 哼!我气什么? 轮到我气吗? 在愤怒难堪 也轮不到我 将人带回去 让王家头疼去吧 我改变主意了 她在这八年的过往 被事无巨细地挖了出来 我压下心里的异样 有了一个歪主意 偷偷摸摸把她带回去 让王家换个地方 再把她藏起来吗? 不!见不得人的不应该是她 而是将她驱逐 害她一而再再而三落入险地的虚伪之人 我准备正大光明地带妖妖回去 挑破那层名叫体面的窗户纸 然后顶着他们愤怒又极度的眼光 让她成为他们只能仰望的侯夫人 就像我曾经一样 可是妖妖并不这样想 她对我满身防备 只在我说到回京的时候 眼神才亮了起来 圈养八年 被卤被辱 居然还对罪魁祸首怀有希望 她难道不知道等待她的是什么吗? 灯下看美人 哪怕全身树满尖刺 也让人觉得如同炸了毛的猫 色字当头 我没有细究她的想法 反正等她见到那些人 就知道自己该如何了 亲姐妹相见 犹如不相识 生怕听到什么难堪之语吧 回来后 王大也没再来找我打听结果 她应该明白了 我没有关着妖妖 可能是与王婉的相见 磨灭了她回京的热情 她一步也不愿意踏出院子 天天上演着化地为老 她在干什么? 如果真在乎 那就冲到王婉眼前 嘲笑她的道貌黯然 把自己关起来 自怨自艾 有什么用? 她要躲起来 那就我来 我放任谢一江夭夭的来历传出来 和预料中一样 王夫人拂袖而去 你瞧 哪怕至亲也靠不住 她的荣木之情 在那些人眼里一文不值 可是妖妖让我更加失望 她的反应和我想要的不一样 新任承恩侯是彻底的奸宁 可没有根基翻不起什么浪来 便留着红老皇帝开心 她在打妖妖主意 甚至那天出现在帐篷的一个臭小子也和我打听 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是不是向她倾注太多耐心了 理智回归 妖妖一副五不热的石头样 可我凭什么要一直五热她? 既然不是同道中人 放又放不开 那便让老天决意一次吧 王婉冲进来 给了我一巴掌 然后就开始发疯 她听说我带妖妖出去后 独自回来了 看到现在天快黑了 还没有夭夭的影子 便意识到了什么 开始发疯 王婉红遮掩质问我 问我为什么不好好对她妹妹 说我这个好色之徒卑鄙无耻下流 我第一时间没有发火 因为看着她一副义正言辞指责我的样子 觉得无比熟悉 九岁的时候 我跟着谢老头出门打猎 落单了 遇到了一头狼 他一直跟着我 一剑射向他 他跑掉后又跑回来 直到我躺下装死 他过来试探的时候 被我突然抱起刺伤 这头狼上了年纪 牙松骨萃 一番搏斗后 我成功将他杀死 只是后来怕他没死透 又补了好多刀 也是因为我补的这几刀 等费力拖着和我差不多大的狼走回营地给谢老头看时 他一本正经地说我虐待生灵 不是良善之人 于是我不是好人的传言就流出来了 生死一瞬的事情居然数落我杀得不文雅 不就是吓到了他的娇妻幼子吗? 我把谢老头的脸从脑海里踢出去 看着仿佛占了大道里的王婉 开始一层一层地扒开这群伪善者的皮 如果把你关在宅子里八年 你会干什么? 他院子里的柿子树有两丈高 他敢爬到最上面的树叉上去摘柿子 读书也看不懂 他把字都摘抄到了另外一个本子上 可是哪怕抄十遍百遍又有什么用呢? 他出身书香门第 百年世家 可都二十岁了 居然写字笔画都是错的 而这些年 你在干什么呢? 你可有想过他 朱扬军作乱 可有担心你那生死不明的妹妹 可有像亡文忌日那般以泪洗面地担忧过他 你可有想过他过的是什么日子吗? 他是因为你被关起来的 你是他的长姐 可他跟着我不清不楚地回来你也不敢来质问我 哪怕为他求个正经名分呢? 往往咬褶头 想说些什么 可我不想听他苍白无力地解释 你在怪我什么? 不光你弟弟 卢里苏章为几家的公子们冲进刘狗儿大仗时 都看到了他 看到他一丝不挂 看到他不容忽视的美貌 他在你隔壁住了几个月了 一墙之隔 你有问过他的遭遇吗? 你敢吗? 你只觉得难以启齿吧? 甚至觉得肮脏 听都不想听 只觉得不堪入耳 是不是还觉得他不如死了干净? 更甚者 我步步紧逼 问出了最后一个问题 这些年 你根本就没问过他的下落 根本不知道他被送到哪儿去了 你只忙着哀探自己可笑的爱情 所以根本不知道朱阳军站的哪些城 也不知道那些城里会不会有你妹妹 所以 你在这儿气什么呢? 从来都没在乎过 你气什么? 装什么? 我甩开他 带着人出了营帐 去寻妖妖? 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 当初被丢下后还会拖着疲惫的身体坚持回到那个已经不属于我的家吗? 不会 所以 遥遥走了 痕迹沿着相反的方向 我牵着马在河边走着 脑海里想着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 思虑再三 最后决定将这段孽缘斩断 他不是我 我不该将别人当成自己的投射 海阔平逾越 天高任鸟飞 你要是能飞 就飞走吧 毕竟这里没什么可留念的 老天爷总爱和我开玩笑 我对孩子从来没有期待 看着探子的密信 日子怎么算也和姓徐的没有关系 所以 我有了第一个孩子 王三娘和徐二郎门当户对 天作之和 光明正大 光明正大 这是最好的结局了 那就这样吧 让他们去抗力情深吧 徐远安 我应该放心 可是 看见他和齐荣拉扯 我就知道 这小子在想什么了 姨母又在操心地婚姻大事 毕竟我这个年纪的孤家寡人不多了 可没想到 他打听到了齐荣的头上 看来姨母年纪大了 不知道齐荣的相思病已经到养替身的地步了 我告诉了他 哄得他老人家终于放弃 不再管我的红线 可是我和齐荣一亲的消息还是传了出来 然后我撞到齐荣赌徐远安 齐荣曾经干出千里追夫的事情 徐远安丝毫不怜香惜玉地把他绑了起来 塞进马车送回了京 那时候真的是表现了什么叫一丝一毫都在抗拒 可是这次 姓徐地只皱着眉 看着徐荣寒情默默的眼睛 并没有像之前一样转身就走 我想起了曾经长官们的玩笑话 觉得不可思议又有迹可寻 我想提醒一下妖妖 画到嘴边却变成了我在和齐荣一亲 看他皱着眉头我就知道我不会听到隐隐期盼的东西 想将齐荣的事情告诉他 又想到会不会有挑拨离间之嫌 一瞬间地摇摆后我决定闭上嘴 在遭到嫌弃之前提前离场 还有 我也想看看某人会不会自毁前程 人心经不起试探 他看起来断得干脆利落 毫不留恋 王家本来瞒着妖妖病危的消息 可是府中大夫束手无策 便只能放出风来寻找神医 他们最开始拒绝我的探望 后来留下了我送过去的大夫 再后来我跟着侍从指引 直接到了他的院子 我想不到妖妖能得什么病 她也的确没有什么病 她只是水米不尽 毫无求生意志 厌世求死而已 王夫人素面朝天 坐在床边为昏迷不醒的妖妖整理着头发 她未给我一个眼神 只是自顾自地说她两个不省心的女儿 仿佛在解释我当初对王婉的质问 王婉是典型的小女儿心态 爱哭爱笑会撒娇 没什么脑筋又天真 所以那些年她一直以为妖妖里所应当的嫁人生子 过得比她不顺心的日子好多了 而妖妖虽然从小不善言辞 但脾气暴躁又倔强 对于外物非常冷淡 她什么都不在乎 只要顺着她的脾气 零锣绸缎穿得 粗布麻衣也穿得 动不到饿不到 那么金银和石头在她眼里没什么区别 甚至都没什么喜好 她们从前只想着幸好是个女孩 顶多说一句脾气古怪 直到后来妖妖咬死了人 咬死了人? 你知不知道咬死人意味着什么 全天下也没几个人会咬死人的 就算是极从全 可是你能想到吗? 从小教育得知书达理的女儿 下巴脖子裸裙上全是血 还一脸兴奋 更重要的是 她完全意识不到自己错在哪儿了 错在哪儿了 恶狼当前 却被数落杀得不文雅 一瞬间 我感到了很久以前才有过的无力感 感觉面前有一道鸿沟将我与另一类人隔绝开来 他们在对面用各种仁义道德尝试将我捆绑 嚷嚷着以父为尊孝字大于天 可就是没人看到她已经天心道 连我稍微有点出息都见不得的地步了 我会因儿子的身份而顺从地接受打压 甚至从然赴死吗? 不会 血缘至亲 不被偏爱 那就不要了 可是夭夭 与我不一样 被亲人放弃 被当成难得的朋友与盟友背叛 以为看到了从未有过的真重真实 可没想到那一腔真心与热情居然如此虚无缥缈 她的确没什么在乎的 重建冀州的功绩都被算到了许远安头上 而敌是她的小人 自动忽视她捐了大半身家 只懂得拿明捷攻击她 谁更可耻呢? 因为表现得不在乎 就可以肆意伤害吗? 如果手中有刀剑 谁会选择用自己的牙齿当武器? 生死一瞬间的事情 却被指责不择手段 难道不应该关心有没有受到委屈吗? 我想起那头狼满嘴的獠牙 谁说 不在意 不害怕呀 然而 更可恶的是 我也成了狼 醒过来吧 夭夭 错的是这个世道 从来不是你 从来不是 夭夭要回冀州 走了也好 京城 哪怕王家 都不是什么好地方 她醒过来后 不见外人 可我仍然坚持登门拜访 一次 我照常随着侍从指引前往王家待客的院子 一个小孩子突然被从院门里推了出来 门后几个小脑袋迅速地收了回去 只剩下眼前小小的一个穿着红色斗篷 四脚着地地趴在雪地里 她手里还拿着一个布老虎 在侍女赶来前 自己站了起来 也不管有多狼狈 只冷漠地看了我们一行人一眼后 转头就走 路过院门的时候 狠狠把布老虎砸向门后的人 然后无视惊慌的侍女跑走了 看到她跑得没影之后 我没去再拜见王家人 第二日上门的时候 甩掉了侍从 在妖妖的院子里找到了自己在墙角堆雪球的初一 我蹲下 将怀里的布娃娃套出来送给她 初一警惕地盯着我一会儿才伸手接过去 此后 我时不时翻墙 给她带一些小玩意 直到看到妖妖有了精神陪着初一一起皱着眉睫酒连环 才又去见了王大人 告诉她说 我想娶妖 已经放手两次了 放不下 那就握紧了 王婉的事情 她的心病不是因我而起 我对得起她 天气转暖 妖妖准备离开京城 我计划着怎么着能调到冀州去 可没想到又有人找麻烦 我火气蹭地一下冒了出来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她简直找死 我的护卫只比妖妖晚三天启程 可就这点时间还被钻了空子 我去王家问缘故 正好赶上了上门的信使 成恩侯真是活得太长了 成恩侯世子还有老母要顾忌 有我兜底 所以不需要费太多口舌就答应了 林子里包抄 刚准备一箭解决她 就看到妖妖站起身 如同一只小蛤蟆一样 把那个胖子踹倒在地 我差点乐出来 觉得真不愧是我看上的娘子 知道怎样以弱胜强 就连勒死人也那么漂亮 我听到后面吸气的声音 就当夸奖了 尤其是看着她在一瞬间的迷茫后又坚定下来 我觉得我的眼光更好了 跟着成恩侯的老仆和死了亲娘一样 不识好歹 那就交给她儿子处理去吧 两张一样的脸扭着头看着我 小的那个和我有一点神似 更让我觉得冒险是值得的 老皇帝很生气 没证据 还舍不得整我 我就咬死是出城狩猎 看到成恩侯被杀了 具体怎么着不知道 他冲我扔完奏章又扔艳台 说我带的是亲兵狩猎去的吗? 说我当所有人瞎不知道我看上王三娘 他骂我色令之婚 我老老实实地等着她发完火 让我滚 又让我闭门思过 树倒狐孙散 本来府里人都没多少了 这回更不胜人了 我写着信 安排冀州的事情 魏池楼是我早就买下准备给出一档嫁妆的 这段时间得抓紧修修争取年底前开门 我京城的产业全处理了 动静有点大 已经有人开始传我倒了大煤 当然也有人知道我到底是为什么 徐远安给了我一封信 只简单嘱咐了几句关于夭夭和初一的事情 我却明白了夭夭当时到底在期盼什么 他后悔了吗? 谁知道呢? 有舍有得 他现在就算什么都不要了也改变不了结局 寒冬将至 老皇帝松了口 让我赶紧滚蛋 策马扬鞭 我感到从未有过得轻松 回首一望过去三十年 浓墨重彩又混乱 不过还好 我已退完这层皮 前方的冀州 会有我的心声 中文字幕 李宗盛